OK,11.4的话,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成分,除了无机,这个整个生态系统它是有供给生物生活的一些无机的环境,包括了阳光,空气,适当的适宜的温度,还有水分以外,还有的就是有机的环境的。 所有的有机环境的基本上就是这些生物,这些生物我们都叫做有机的了,这个是无机环境,这个就是有机,有机的话就包括了生产者,因为这个生产者负责制造有机物,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,过后呢,过后还有的就是消费者, 有机物的消费者,还有有机物的分解者,所以这个就是有机环境的一个关系,那什么是生产者,什么是消费者,还有什么是分解者呢,我们来看一下。 这个图呢,我们就有一群牛,还有草,对吧,所以在这边呢,牛是吃草的,那这个牛所获得有机物呢,就是来自于这些草了。 啊,然后呢,这个邓铃呢,也是吃草的,但是这个,呃,猎炮呢,就会吃这个邓铃,所以呢,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,就是邓铃以草为食,啊,然后呢,这个猎炮呢,就捕食这个邓铃。 最后呢,这个树啊,我们的树倒了下来之后呢,你会看到它树根呢,呃,剩下的这些部分呢,它会慢慢的腐烂的吧,啊,慢慢的腐烂最后会消失掉,然后呢,首先可能会长一些菇,啊,我们长,呃,我们叫做真菌了,啊,真菌类来的。 OK,所以这些真菌类呢,其实就是把这些腐烂,啊,死去的东西呢,啊,让它分解掉,啊,让它分解掉,啊,所以在这边呢,我们就,呃,这边呢,我们就可以看到呢,呃,在生物界里面呢,有,呃,有几个环节,啊,第一个呢,就是生产者,一般上呢,就是绿色的植物,啊,绿色的植物,然后呢,动物呢,普遍上呢,都是消费者,啊,因为它以,呃,以,以,以植物, 为食,甚至是以动物为食的也有,啊,在最后呢,就不管是谁都好,啊,不管是,呃,植物也好,动物也好,最后呢,就会留下尸体,而尸体被谁去分解呢,被细菌,还有真菌,啊,所以在当然这边,我们只是提到真菌,啊,其实点呢,我们就有讲到,其实,里面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,呃,我们肉眼看不到的,就是,其实是细菌,啊,细菌也有起着这个,呃,分解的一个,呃, 功能,OK,所以,也就是说,我们在这边呢,就介绍三,三个角色,第一个是生产者,啊,生产者呢,就是会以自生,啊,自生,制造营养,呃,制造有机物,啊,很像说植物啦,一般上是绿色植物呢,可以,呃,通过光合制作用呢,制造有机物, 然后呢,当然这个有机物呢,它自己也会有用到,当然也会有给其他的,呃,生物去吃啊,然后呢,也会得到这个有机物,也会得到这个化学能,啊,所以呢,呃,真的是孕育了,这全部的,呃,生物啦,啊,然后过后呢, 这个草食动物呢,就以这个植物为食呢,肉食动物呢,又捕食这个草食动物啦,所以不管怎样呢,它都间接从这一个植物,呃,都间接,以这个食物呢,是为食的,而生产者的有机物呢,啊,我们都是,呃,消费这一个,这个叫做消费者,啊,这个环节叫消费者, 然后呢,为什么他们叫消费者呢,因为他们都是从生产者,那一边得到这个有机物,啊,这个我们就叫消费者,啊,最后呢,我们有分解者,啊,然后,呃,不管是动植物啊,遗体啊,啊,然后呢,他们就把他的有机物呢,再继续的分解,啊,到最后呢,剩下二氧化碳呢,还有很多其他的无机物,回归土壤和空气,惨怪惨头怪头啊,就是以前, 啊,以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法,那这个,到底谁是分解者,啊,我们来看一下,啊,记一下,啊,呃,细菌,有细菌呢,啊,然后真菌呢,一般上我们就记这两个,啊,呃,就是大部分呢,我们就记这两个,当然还有一些原生生物啊,啊,还有一些腐蚀性的动物,腐蚀性的动物除了蚯蚓以外,还有一个呢,叫兔鹰,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,有没有讲到, 等一下,啊,啊,好像,啊,好像在某个,啊,学校的PP,powerpoint里面,啊,呃,腐蚀性动物呢,有包括了这个,兔鹊,好像是读兔鹊,就是,我们叫兔鹰啊,啊,就是有点像老鹰的,但是他头光光的,啊,兔,然后呢,他都是吃这个,啊,死了的尸体的, 他不会去攻击一些,当然攻击活的也是有时候会啦,就是攻击一些非常非常弱小,啊,的,的,一些,呃,小动物,啊,不过大部分来讲呢,他是吃这个腐烂了的,就是尸体啊,啊,这个就是所谓的,呃, 啊,腐蚀性动物,OK,那我们来看一下啦,啊,所以这个生产,呃,生产者,消费者跟分解者呢,他是互相依存的,啊,互相依存的,然后让我们的这个,啊,生态系统呢,就生,什么生机勃勃了,OK,所以这个的关系呢,啊,生产者啦,这个是消费者啦,啊,这个是草食动物消费者,这个是肉食动物消费者,啊,反正这两个呢,都是属于消费者, 以后不管是谁都会去到这个分解者,啊,把他的尸体分解掉,回去,为什么会回去呢,就是因为植物呢,会吸收土壤里面的无极物,所以变成了很多时候呢,他们就会这样子回去啊,呃,OK,所以这个箭头为什么会有回去的一个情况,OK,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,呃,食物,食物链还没有讲到啊,这个就是,呃,食物链里面的三个环节的 的关系,化能合成细菌,啊,这个我稍微的跳过吧,这个其实在自然界中呢,有一些,呃,细菌呢,是能够, 微生物呢,是进行能量的转换的过程,啊,叫做化能合成,啊,比如说消化细菌,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菌,哦,它可以利用氨和这个亚硝酸,然后呢,就合成了一些油气物,哦, 哦,OK,所以,呃,其余的你自己慢慢看了,啊,没有,呃,我个人是觉得不是很重要,OK,一个生态系统中所有的生物同属于一个群落吗,应该是吧,啊,应该算是了,哦,这是screenshot,而老,这个是五老师贴上去的,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,啊,这个是,哎, 啊,看不到,OK,反正这里,啊,是,这答案在这里是,然后呢,一般的,呃,情况下来讲呢,一个群落,是否都可以分成,生产者,呃,消费者跟分解者,啊,都可以,啊,都可以,啊,都可以,OK, 所以生态系统呢,其实分成了有机环境,还有,哎,无机环境,还有那个有机的话呢,我们称为生物群落,啊,所以也就是说,我们的生态系统,我们之前有讲到生态系统,是由无机环境跟,呃,生物群落组成,而生物群落呢,就由多个种群合成,合成的了,啊, 啊,所以大概这,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,OK,接下来我们要讲到食物链和食物网,啊,很多学生就觉得,哎,老师这个小学都学过了,对不对,啊, 所以,呃,我们的食物链呢,其实是,啊,捕食的一个关系啦,啊,还有被捕食形成的一个食物关系,所以呢,它以一个链条式的,连,连贯起来,所以它称为食物链,啊,虽然很,那个概念是很简单的,啊,不过,呃, 这个初中,中学的话呢,我们可能会要,呃,抓的重点可能会不一样一些,哦,所以要小心一下,OK,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图,那全部大家好像只有草是生产者啦,然后第一个起点呢,就是, 兔子吃草,然后呢,去到的这个是,狐狸,然后另外一个呢,是老鼠,对啊,呃,老鼠吃草, 啊,结果呢,是老鼠被这个狐狸吃,呃,老鼠又同时的被这个老银吃,哦,刚才兔子也是有被老银吃, 兔子,呃,这个老鼠呢,又被这个蛇吃,蛇又被这个老银吃,啊,然后第三个起点呢,就在这一边,呃, 呃,草猛吧,草猛被,呃,吃草,草猛又被青蛙吃,草猛又被蜘蛛吃, 蜘蛛又被鸟吃,蜘蛛又被青蛙吃,这个草猛又被鸟吃,鸟又被这个老银吃, OK,青蛙又被这个蛇吃,所以这里啊,如果你看到,哇,它其实蛮复杂的, 它一个网撞的,而且这一边呢,它只是放一个连线,它没有一个,呃,箭头, 所以如果还没有一个箭头啊,你还在那里猜到底是,蜘蛛吃, 青蛙还是青蛙吃蜘蛛,对啊,啊,有一些品种啊, 蜘蛛呢,是的确可以把青蛙给吃掉,啊,所以不过,不过我们是, 初中那些,当然我们没有讲的太复杂了,啊,我们, 都是根据一般的情况啊,这青蛙呢,是,呃,吃这个蜘蛛的, 一个,呃,情况,所以这里有多少个食物链啊,其实蛮难算的哦, OK,这里有一条,这里有两条,三条,四条,五条,OK,六条,七条,八条,九条, 好像是九条,啊,你能连接多少条,熟练了,啊,九条熟练, 哎,九条熟练,最短的那个环节好像就是这里吧, 两个环节罢了,啊,就是,呃,如果算,算草的话呢, 就一,二,三,三个环节,最短,最长的应该是在这一边吧, 啊,啊,一,草算第一个,第二,第三,第四,第五,第六,啊, 总共六个环节,最长的有六个环节,不同的食物链之间有没有交叉, 会,会有交叉的,啊,错综复杂,啊,有时候还会看错,啊, 为什么,啊,因为有食物呢,是被几种食物吃,啊,几种生物吃,啊, 啊,所以这个就是,呃,几个消费者呢,共享一种食物,啊,啊, 好,再来看一下,说他们,哎,哦,这个只是把上面的图换成文字, 然后呢,再加箭头,啊,就是,这个就是我们的,呃,这个,呃,食物网了, 那在这一边呢,我们会发现到呢,食物链有长有短, 但是一般上呢,是不会超过六个环节,一般上来讲, OK,啊,为什么呢,等下我们再解释,啊,我们等下再解释, 然后呢,它可以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,啊, 这个呢,我们就称为食物网了,那为什么我们的箭头呢, 是指向捕食者,而不是我吃他, 然后我,我就指向他,这个是我的食物,这样子, 哎,呃,因为呢,这个食物链来讲呢, 它的这个箭头呢,指的方向呢,是能量和物资的转移, 就是说我的草的这个物质呢,被移过去了这个兔子的身上, 所以兔子吃草,虽然讲我们,呃,动词来讲, 好像是兔子吃草,啊,那不是先讲兔子,再讲草, 但是呢,这个能量来讲呢,是从草移去这个兔子, 然后呢,这个物质呢,也是从这个草移去了这个兔子的身上, 所以我们的这个食物链来讲呢,是由,呃,被捕食者, 指向捕食者,OK,就这个要注意了, OK,能量的流动,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 在食物链里面呢,它可以形容呢,这个能量的一个流动, 能量是怎样流动的呢, 就首先呢,我们看这个图了,这个又简化那个食物链了, 那太阳,呃,这个指向这个稻米, 然后呢,这个老,指向老鼠, 再指向这个应该是狐狸吧, 哦,黄鼠狼,黄鼠狼,还有同时指向这个老鹰, OK,so,整个分别,分别它的能量来源,来自于哪里, 除了这个绿色植物呢,它的能量来自于太阳, 这个老鼠的能量来自于这个稻米, 然后呢,黄鼠狼跟这个老鹰呢, 这个能量来自于这个兔子, 不是,兔子,不是,老鼠, 好,所以呢,从,从食物链来讲呢, 能量流动的方向呢, 跟这个食物链的箭头呢,是一样的, 就是食物链的这个箭头呢, 就是代表了这个能量的一个流动, 所以食物链的起端呢, 通常呢,我们都是以绿色植物, 作为开端, 然后呢,当然我们不会画太阳了, 然后一般上来讲, 绿色植物呢,就会通过, 这个光合作用, 把太阳能转换成了这个化学能, OK, 好,那这个食物链里面的箭头呢, 代表了这个能量的流动, 再来的就是, 同时呢, 它, 它是有机物和能量, 转移和传递, 有机物, 基本上有机物呢, 就是这个淀粉呢, 就是这个化学能呢, 储存的一个形式, 所以讲是, 讲, 你叫它有机物, 其实它就是能量的一个意思了, 然后传递给下一个, OK, 那我们的这个食物链呢, 其实是一种捕食食物链来的, 我们教的这些呢, 都是捕食食物链, 但是呢, 你往上去, 你在上网看哦, 你会发现到呢, 这个食物链呢, 其实有分三种, 一种叫做捕食食物链, 另外一种叫做碎血植物链, 碎血植物链来讲的, 就是, 很像说这个分解者的这个部分呢, 像动物尸体, 就被腐蚀性动物, 然后呢, 再去这个细菌那一边, 所以整个来讲呢, 碎血食物链, 又有另外一种的食物链, 会有包括这个分解者在里面, 我们的捕食食物链来, 里面呢, 其实是没有, 没有放这个分解者在里面的, 我们没有画分解者的,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啦, 然后呢, 再来的就是, 再来的就是什么呢, 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捕食, 就是要嘛, 就杀掉它, 不会说它, 吃了它一部分, 但是它还活着, 所以包括了什么呢, 这个PT3, 它里面有, 很奇怪的一个部分呢, 就是, 蚊子, 蚊子有没有, 蚊子吸血, 它可以吸人, 它可以吸, 几乎很多动物的, 它都可以吸它们的血, 但是是不是吸了它们的血, 它们就死掉, 并没有, 所以这个其实不算是一个捕食的一个关系, 所以如果你讲说, 在, 你讲说, 在食物链里面看到, 蚊子, 蚊子吸血, 吸人的血, 然后你会看到呢, 为什么我们不允许啊, 这个蚊子吸血呢, 也放在里面, 如果你把蚊子吸血, 放在这个食物链里面呢, 你就会形成了一个环形, 我们的食物链, 不可以有环形的一个情况, 就打个比如, 我们人, 人刺青蛙好不好, 人刺, 有些人刺青蛙嘛, 人刺青蛙, 青蛙刺蚊子, 蚊子又刺回人, 蚊子吸人的血, 所以你就会讲, 这样子好像可以有一个loop了, 这个情况就是不太允许的, 所以为什么蚊子吸血呢, 是属于, 其实属于这种碎屑熟练的, 所以我们一般上来讲, 我们不会把它放在一起的, 这个要注意了, 不过这个是我们讲的小档案, 基本上它应该是不会放在课程内的, 只是说让你们认识一下, 这样子的,